中国方面 经过短暂的五代十国之后 起来的强大帝国就是宋帝国 黄袍加深天下姓赵 这一时期在大中国范围内角色比较多 并且宋朝还吃不掉 金庸的天龙八部就是以此时期为背景 东北有大辽 金 西北有西夏 西南有吐蕃和大理 再往南还有大越 后期还有最大的boss 蒙古帝国 众所周知 宋朝的经济和文化超常繁荣 关于宋朝GDP占全世界80%还是60%的说法 个人认为不太靠谱 但宋朝的经济实力应该是佼佼者 总之就是有钱 文化也很繁荣 但军事却搞得一塌糊涂 这一点很多历史学者都有过诸多研究 这里我从另一个角度来聊一下 匡印建国后制定的基本国策 就是众文清武 但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强干弱支 也就是加强中央军事力量 削弱地方的军事力量 但又有新的问题 就是边境被入侵时 中央的军事力量鞭长莫及 这个事情 每个朝代都会吸取前面朝代的教训 而进行一定的优化 不然一个安时之乱 就让整个唐帝国崩盘了 后续的朝代其实也都控制地方军事力量 好处是不会发生大乱 可以让经济文化相对平稳的自然成长 问题一部分处在众文清武 众文清武导致了军队结构上的问题 结构成型后固然难改 但不至于不能改 还有另外的一些内在因素 一是奉行黄老学说 这点在汉朝那期视频里也说过 其可以休养生息 安居乐业 但无法集中力量 对抗外敌 也就是当有一个强大力量 打你时 就只能站稳了挨打 二来 禅渊之盟后 尽管后面也曾有过几次出兵 但宋朝基本上是防守姿态 或者说是苟安状态 甚至禅渊之盟 也是打胜了之后 还得每年给大聊浅 这种防守姿态 和前面的汉唐截然不同 汉唐是对周边尽量征服 以明确 我可以打败你 你别闹事 这样宋朝就在持续的承受 来自周边势力的掠夺 三是 军队也可以经商搞钱 养了兵 却不用 还让他们腐败 功能变了 由于老赵就是武将身份 兵变开国 所以对武将的担忧 几乎刻在了宋朝统治者的基因里 总之 宋朝实际上是一个窝囊的朝代 如果清朝能气死人 那么宋朝能把人气半死 最终被蒙古帝国所灭 金原本是辽的藩属国 后来崛起 联和宋 灭了辽 取代了辽的疆域 而后占据中原 把宋逼到了秦岭淮河以南 关于汉化这一块 金和前面的几个少数民族不同 金朝统治者起初禁止汉化 但仍无法阻挡年轻人汉化的趋势 最终仍是改用汉制 最后被蒙古帝国所灭 南边有上一期的几个小国 高棉帝国 还有大越 中东地区 阿巴斯帝国延续上一期 不过已变得四分五裂 比如有伊朗地区的萨满帝国 和土耳其地区的塞尔柱帝国 不过后期也被蒙古帝国所灭 欧洲地区这一期仍然有老朋友 拜占庭帝国和上一期提到的 保加利亚第一帝国 上一期提到的保加利亚第一帝国 这一期里被拜占庭帝国所灭 后来继承者是保加利亚第二帝国 以及法兰克帝国后来分裂为 神圣罗马帝国和法兰西帝国 而实际上这个神圣罗马帝国 和罗马帝国并没有太大关系 我们知道罗马帝国分裂出来的 东罗马帝国 也就是拜占庭帝国 算得上是罗马正统 而神圣罗马帝国 曾企图和拜占庭帝国的女皇联姻 以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 不过被拜占庭帝国的大臣所阻止 另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神圣罗马帝国的日尔曼贵族 普遍缺乏文化素养 无法实行高效的行政管理 在当时以罗马的角度来说 就是蛮族 所以就聘请教皇来管理政务 就造成了后期的教庭和皇权的斗争 直到后期 皇帝才逐渐摆脱教庭的约束 这两个国家持续时间很长 基本上算是现今法国和德国的出行 神圣罗马帝国经常受法兰西王国的欺负 直到法国大革命 神圣罗马帝国被拿破仑所灭 而法兰西帝国基本上一直处于扩张的状态 这点其实和我们后面要提到的沙俄没有本质区别 关于西方向伊斯兰世界发起的十字军东征 虽然以捍卫宗教解放圣地为口号 但实际上是以政治与经济为目的 并伴随着一定程度的劫掠 参加东征的各个集团都有自己的目的 在十字军东征时 十字军攻占了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军事坦丁堡 横起来连自己人都打 显然所谓的噱头都不过是为了资源的掠夺 然后拜占庭帝国开始了三个流亡政权 其中一个比较大的是尼西亚帝国 位于小亚西亚半岛西部 人口最密集农业最发达的地区 最终经过长期发展 于1261年收复军事坦丁堡 重建了拜占庭帝国 拜占庭作为实际上罗马帝国的继任国 就像一个打不死的小强 非洲方面上一期提到 在北非的法提马王国 由于内乱而灭亡 后续建立的是伊斯兰王国阿尤布帝国 主要在埃及 新建立的穆拉比特帝国 是在西非与北非的一个短暂伊斯兰帝国 后来被基督教势力所灭 后续还有穆瓦西德王朝 也是伊斯兰势力 还有马里帝国 伊斯兰世界的内斗是个普遍的现象 在欧洲 北非 中东 发生的持续的大小战争很频繁 一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势力在战争 二是基督教分裂出来的分支教派间的战争 三是伊斯兰教分裂出来的分支教派之间的战争 也就是即使从外面来看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分别看起来是整体 但实际上这种基于教的思想的整合 在现实中仍然是脆弱的 再比如佛教在吐蕃就分裂为很多个宗派 话语权被不同的贵族势力所掌握 因为聪明人可以各自利用这种教的思想来整合自己的势力 这种状态也导致在这些地区没有再次建立一个足够强大统一的帝国 结果就是我们看到的 蒙古帝国在三次西征中共侵推40多个大小国家 东非有一个埃塞俄比亚帝国 曾作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 与罗马的中转战也是唯一一个逃过欧洲列强瓜分的非洲的谷国 北欧方面 在格陵兰岛以及周边岛屿成立了一个丹麦挪威联合王国 以及在欧洲中东部成立的匈牙利王国 终于到人类历史上临接版图最大的国家了 蒙古帝国 此前这一时期 蒙古帝国在大辽和金国的统治之下 铁木珍在墨北草原征服各个部落后 建立了蒙古帝国 然后开始对外扩张 杀戮是蒙古高效扩张的原因之一 起初向蒙古投降的城市 蒙古仅会留下几位少数官员进行管理 并没有大量驻军 被统治的居民就会反叛 蒙古则会迅速返回叛乱的地方 并彻底的摧毁他们 一个被彻底摧毁的城市是无法再次叛乱的 暴力是让人信服的最有效手段 蒙古帝国的扩张 让中国和欧洲的人口减少三分之一左右 可能更多 中国方面 蒙古先灭了金 后灭了宋 欧洲和中亚方面先后进行三次戏征 共征服四十多个国家 蒙古戏征时 带着一千多名中国工匠 比如用于攻城的投尸器 还有著名火机专家山西人郭坎 利用上了火炮 反倒是中央王朝从来没有利用好这东西 后来在蒙古大韩 蒙哥死后分裂为四大韩国 并以蒙古在中国建立的元朝为宗主国 承认元朝皇帝为名义上的蒙古大韩 蒙古的戏征对后来俄罗斯的产生影响很大 将原本斯拉夫人的中心基辅摧毁 即现今乌克兰的首都 把莫斯科打造成了新的中心 现今俄罗斯的政治 经济 文化 军事都有很多蒙古的痕迹 所以俄罗斯有一种思想认为 俄罗斯区别于欧洲其他国家 即强调欧洲的欧洲属性还是亚洲属性 对欧洲人来说 俄罗斯人是达达人 对亚洲人来说 俄罗斯人是欧洲人 还有主张俄罗斯文明既不属于欧洲 也不属于亚洲 是欧亚间构成的独立文明 关于另一种 崖山之后无中华的说法 有人认为是日本人提出 也有人认为是出自明朝前千亿的诗句 海角崖山一线邪 从今也不属中华 很明显这句诗和这个句子所表达的意思并不一样 但日本在侵华之前曾通过满蒙非支那理论 为日本侵华政策的实践做铺垫 并且为侵华提供理论上的根据和政治理由 政治色彩和这句话相通 认为中国人认同元清为正统 也一样会接受日本的统治 这里的区别是 在大中国概念里 汉以后其他民族与汉族的战争和文化融合已达数千年 当然即使时间这么久 无论统治者是汉族还是其他民族 统治者民族和被统治民族仍然是不平等的 但每个入主中原的非汉民族 均会改用汉制以寻求中原正统的身份 与日本对满洲统治的性质则完全不同 且日本统治下的民族不平等 有过之而无不及 比如满洲国作为日本帝国 在中国东北设立的傀儡政权 虽标榜民族协和东亚共融 但在社会生活方方面面 均实行日本人优先 歧视和奴役中国人的种族主义政策 满洲国日本演员山口淑子曾记载 在满洲的日本人 在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上 从未停止过对中国人差别待遇 就连同桌吃饭吃相同的料理时 日本人吃白米饭 中国人吃的却是高粱饭 在满洲国军官学校里也有以下情况 军官学校的学生 中国人和日本人各占一半 课程和教材虽然一样 但生活上的待遇却有天壤之别 在服装上 日本人学生从上到下全部都是新品 中国人学生除了外出服之外 全部都是旧的 寝具和其他生活用品也一样 中国人学生也是用旧的 日本学生的主食是米饭 而中国学生的主食只有高粱 而且还是给牛马当思量的红高粱 另外日本人以外的民族 吃了白米饭会被当成经济饭受到处罚 满洲国的电车座席也分等级 特等为日本人大乘的车厢 而猪等为中国人大乘的车厢 而中国人不允许进入特等车厢 日本史学家山士信一说 茶与饭是日常生活的必备要素 而满洲国所谓的民族和谐 却连在最日常的地方都存在民族差异 当时吃了粗裂餐食而背上胃痛或胃溃疡的学生 数十年后仍然受这些胃疾所苦 他指出 由日本人所倡导的民族协和 其实是协助大和民族侵略中国的意思 无论是大中国范围 还是日本乃至全球 被统治民族都不得不忍受这种不平等 想想磨平这种不平等的难度和时间吧 我们每个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 应该思考一下如何才会最符合个人利益 感谢观看